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下面就开始给大家十几分钟做一个白化佛法的节目 很多人说为什么有些人有善心 而有些人他没有善心 善心到底从哪里来的 善心实际上他就是从菩提心来的 因为菩提心就是本源 那菩提心就是我们学佛人的大善源 如果你今天拥有这个善源 你学佛了 你就会对所有的事情都往善里看 所以佛经经常讲善男子善女人 什么叫善呢 善真的很不容易 善良就是菩提心 我们这个善源就是你自己种的善因 才会得到这个善果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一善结百哉 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有时候我们今天学的是一套 做的又是另一套 所以这些修心根本不可能修到净光明心 就是干净的光明心 所以要把自己变得完全守心 守业 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心在凡尘当中困扰 这就叫我们说一个人要怎么样能够守住自己的心 整天想着了 哎哟 最近圣诞节到了嘛 我是不是应该去放松一下 一会儿想想 哎哟 今天 又是要过年了 再过两天想想 噢 这个 这个East的 East的 带到了 那么就是我们叫 澳洲讲复活节 清明节到了 你看人的一生不停的有节 你就跟着这个世界心不停的在转 你怎么能修得好心呢 所以修心 所以为什么菩萨喜欢这个一心一意的人 经常随着人间的这些节气的变化 心不稳定 不停的在转换着自己的内心 实际上他就很难把自己的心变得巨灭 就是说安静 把自己的那些不好的东西 把它灭掉 所以佛陀经常跟我们讲 要我们要灭度 灭度自己身上不好的习惯 不要经常想到人间的事情 人间福分来了 你还是一样 继续积福积德 你的智慧就不会有漏 你今天有灾难来了 你还是这样 因为知道自己的因果来了 所以继续的积福积德 继续的修心念经 你想想看 时间长了 你怎么会不增加福分 没有增加 怎么可能没有增加智慧 所以一个人 学佛修心就是靠着自己努力 就是靠着自己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学佛就要体悟人生 体悟人生就是要感觉 感觉 觉才会开悟 叫觉悟 叫开悟 所以悟就是悟性 悟就是让这个自己了解自己 也能让自己了解别人 当一个人能够了解别人 你实际上就在开悟 当一个人能够了解自己 你的脑子 你的行为 你的思维 你都会变得越来越如理如法 这样的话 不就是正知正见吗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虚坏 不知道什么叫消业障 不知道什么叫正 台长告诉大家 首先 要让自己 感觉到自己做的事情是好是坏 首先要感悟到别人是怎么想的 首先 要放得下 否则你永远会有邪知邪见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做人 学佛 有的时候 要落实到自己的功德上和行为上 嘴巴里讲我开悟 碰到事情就失误 随缘 不造业 因为造业就是逆缘 因为你明明做不到的事情 你拼命的想去 把它拧过来 你一定会造业 所以佛法皆讲 我们要无相 要去无相 要去无相 观无相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管什么事情来了 都 如如不动 什么事情 如如不动 没有念头 你不会造业啊 你不会造业 你就懂得了 没有念头 你哪来的业可以造 今天 别人对你好坏 你都没有对人家好坏的念头 你哪来的业可以造 如果你有念头 知道别人对你好坏 你就在造阴了 因为你对这个 人对你很好的 你会对他很好 你造了善业 但是这个人对你很不好 你造了恶业 实际上 你还是在增加 这个人间的情 和人间的这个命运 所以我们说 真正的学佛 要去除 去除这个我相 去除这个心 连心里什么想都没有 叫无为 无为就是 无为无无为 无为无为就是开智慧 我今天 不想在人间做什么 我就要 好好地懂道理 我要包容别人 我要圆容 我要诸法无我 诸行无常 我要虐盘俱进 一切皆空 想一想 人的意念 一会儿出来一个 一会儿出来一个 这样 你就会变得 越来 越没有智慧 所以当一个人 不管 种什么善 种什么业 实际上 稍微 意念一动 你就造业了 举个简单例子 你对这个世界 有看法 你已经在造业了 因为在你心中 出现这个是好人 那个是坏人 那个是坏人 好人就是是的 是好人 坏人就是非 不是好人 所以你的心中就装满了是非 所以怎么样来去除呢 就是慢慢的要懂得无念 实际上无念在学佛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 修的 修得非常境界高的 因为当你无念 就是没有念头了 你哪会造业呢 你连自己的念头都没有了 你怎么会造念呢 举个简单例子 别人骂你 你有一个念头 我是学佛人 他骂我 我不能骂他 好吗 很好 但是这个对学佛的要求还相距很远 如果你是菩萨的话 人家骂你 你觉得他很可怜 而且一会儿就想都不想 念头都没有 根本没有去想到 哎呀 他在骂我 你就不会造业 如果你今天想到他在骂我 你可能就会想 这个人是个坏人 这个人他在造业 所以学佛的人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要无念 就这么简单 所以有时候要懂得 一个人一生啊 就是被这个念头控制住了 你想想看 我们小时候是不是被念头控制住了 我们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想要做这个事情 我们想要嫁个好男人 我们想要娶个好老婆 我们想要有个好工作 什么都想啊 想啊 没有得到就叫妄想 拼命的去妄念 你自己应该好好地努力 而得到不得到 那是看你的修行和看你的本身的福德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发菩提心 你就会万事如意 如果只要你在心灵上 还在造业 你一定没有福报 你一定会有很多的灾祸发生 所以希望你们大家懂得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脱离六道 怎么样让自己修到后来 无念就到觉悟 所以觉悟在无念当中觉悟 那才叫正知正觉 一个人觉悟了 想穿了 看明白了 他不会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坏的 因为有正知正觉的人 知道人间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 并不是我一个人所承受的 对每一个人都会有各种 让你承受压力的情况发生 所以你的心理就会得到正知正觉 不会难过 不会伤心 所以把佛的一些理论和知识 好好的放在心中 好好的去学习 去应用到自己生活当中 这就叫正知正念 好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有时候 coincde 我们下次再来 再次的接ols 等下 一些 下